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菜鸟会学员打香蕉 欢迎收看今天的游戏视频 上次我们用7架的O5-16对抗1架O5-2 最后O5-16被虐得死去活来 7架的O5-16被全部消灭 今天我们准备用6架的苏35 再来挑战一下1架的O5-2 O5-2携带了6枚的导弹 4枚的AIM-1灵系中程空空导弹 2枚的AIM-9短距红外导弹 现在的6架苏35在空中已经集结完毕 这个黑不溜秋的就是苏35 苏35作为4代棒的战斗机 性能肯定会强于O5-16 今天的6架苏35我会驾驶其中的一架 然后紧跟在导弹身边 等着O2-2先滑动攻击 O2-2作为隐身战斗机 想发现肯定是很难的 只有拿导弹去做诱饵 跟O2-2拉近距离后才有机会将其击弱 此时正在低空飞行的O2-2 发现了6架的苏35 马上拉伸高度 连续锁定了4架的苏35 随机打开弹章 发现了4枚AIM-120C空空抖弹 苏35编队前方的4架 被锁定的苏35射到攻击后 导弹来袭的警告声大众 只能开始各自机动规逼导弹 随后编队中只剩一架撩机 跟一架我驾驶的苏35未受到攻击 但是还没发现O2-2 只能默默的继续群舰 等着O2-2再次发动攻击 看会不会暴露它的具体环卫 现在攻击的4架苏35 有一架通过不断的机动 以及超低空 利用高楼作为延伸 成功规避了导弹的攻击 另外3架的苏35 则没有那么吸引 虽然进行了高强度的 机动规避导弹 但是还是被O2-2发射了 AIM-10C空空导弹击落了 此时O2-2携带的4枚AIM-10C空空导弹 以及游王 还有2枚AIM-9短距火外导弹 只能开始近距离的打击目标 距离接近后快速的发射了 1枚AIM-9短距火外导弹 此时我驾驶的苏35这场内 走上看到了导弹来袭的方向 并且导弹成功击中了辽机 随后也目视发现了O2-2 看到O2-2跟我们擦肩而过 我驾驶的苏35立刻开始转向 准备锁定O2-2 同时O2-2也在转向 并且率先完成了转向 锁定了我们 朝着我们发射了 它最后一枚的AIM-9空空导弹 就在O2-2发射导弹的时候 我驾驶的苏35也锁定了O2-2 随机马上开始连续发射导弹 最后苏35跟O2-2同归于尽 双方的距离太近了 根本没有规避的时间 好的是苏35比较扛之后 战斗机已经受手无法控制 但是灰心并无大碍 最后只能选择跳伞逃生 最后此次战役 总共6架的苏35 省失了5架才击落O2-2 最后能击败O2-2 还是靠苏35的死量发动机的支持 才能完成迅速的转向 那今天的游戏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评论 点赞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